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那如果说你去找你信任的老师算过命以后 他有跟你讲你命中比较缺木 木头的木的话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要求一下 请老师提供一下意见就是说 哪个提供哪方面的资讯 能够让你的命格更加的圆融更加的顺遂 那一般而言的话 如果说你的八字当中 比较缺木的话 你适合的工作一般都是比较教育的 教育界教育很重要 教育出版的文化的宗教 我再讲一遍 教育政府官员都可以 就是公家机关的文化的 还有宗教的 还有写作文学 当然家具这个都属木的 现在主要是颜色的问题 颜色 如果你命中是缺木 你不要再去做金融的工作 不要再做属金的 不要再做属金的工作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的吉祥颜色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命中缺木的人缺木的人 你的吉祥颜色绿色的黑色的 如果说你刚好在这最近有需要跟人家签订重要的合约 还是要跟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去夜会干嘛 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我跟你讲 黑色跟绿色是你非常吉祥的颜色 那如果你们懒得配备颜色的话 你们可以带一点吉祥赐品 像老虎跟兔子 就是你命中缺木的人的 这个叫做守护神 日本人叫Mamori 你可以买一只兔子 钥匙钱这个都很好用 老师一般都鼓励人家说 尽量的 尽量的 这样子讲 其实 我用吃蜘蛛餐来做一个形容 我认为大家都会煮饭 都会煮菜 都可以吃得很好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如果你们有时间找老师录音是最方便的 就客之外 根据你的需求 老师提供最好的这种建议 那是100分 如果你很忙 你每天忙得要死 而且没有时间去论命 简单嘛 你就去查查看你自己命中你缺什么 我已经讲过缺金了 今天讲缺木的 如果你是命中缺木 什么样的颜色对你最好 绿色跟黑色 什么样的饰品最好 什么样的宠物 什么样的宠物造型对你最好 老师跟你讲 兔子 还有老武 这个都对你不错 那什么样的工作比较适合你 当然啦 文化啦 出版啦 宗教 宗教喔 宗教 还有政府官员 考公家机关也不错 这个都很不错的 教育这个当然也不错 写作文学 家具啊 这些蜀木的 还有一个很 就是现在流行那个有机种植 有没有 严格来讲它也是蜀木的 那当然一马归一马 命喔 那只看一个趋势 如果你要把它看得再精准一点喔 还是要case by case 比如说这个人他俗乎 气吞万米如虎 金割铁马 可是你人生还是有落魄的时候 还是有时运不济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还是要过日子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case by case 透过那种易经的张卦 来看看你最近的次长怎么样 我常常用梅花一张在帮客人做服务 有没有做一些服务嘛 你现在的状况 你的过程 你的结果怎么样 你可以看出来 所以面对不同的问题 你可以挑不同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你要看你命中的趋势 老师啊 我的工作室的哪一类 这个八字 这个不用讲 老师啊 我现在在这个工作的领域上在做 有一直不顺遂 那我想转业 我想换工作 我现在换到一个台塑公司的什么职位 这个好不好 这个时候喔 就扯到梅花一张的领域喔 就可以从三个卦来看你的本卦 你的护卦 你的错过来判断你现在过程跟结果 有什么问题 欢迎跟老师一夜时间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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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